欢迎大家收看环宇首期, 最近大家都感觉到天气非常酷热, 在不同地方都出现大型水灾, 其实这件事都令我们想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究竟在人类的历史记载之前, 是否出现过大洪水, 当然属读圣经旧约的朋友都知道, 圣经应该是创世纪都有提及到大洪水, 这个问题其实在美国本身引起非常大的争议, 因为在之前学校都教圣经, 但教教的时候都发现很多科学问题, 例如进化论地质学是否跟圣经讲法混合呢, 例如很久之前应该有个神职人员计算过, 如果创世纪的历史应该是多少年前, 只不过是公元前404年之内, 但今天如果从科学角度来说, 这当然不是事实, 因为人类的进化历史, 读不及是二百万年计, 而实际上即使人类的进化历史, 在整个地球的历史里面, 都占了一个很少很少的部分, 所以我们去看这个问题的时候, 当然今天很多圣经字面的讲法, 大家都不会相信的, 但问题就是其中一些部分, 涉及到大洪水那里, 又似乎不是那么容易找到答案的一个讲法, 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 在不同的文化里面, 其实都有大洪水的传说在这里, 希腊有, 印度有, 当然中国也有, 我们下一集就会讲到大雨治水这个问题, 所以如果你聘合那么多的这些所谓传说, 甚至神话, 你就发觉有一个很大的疑问就是, 神话是否究竟全部都是神话呢, 还是它有一定的历史的根据呢, 而这个记忆是怎样来的呢, 会不会是上古的时代, 当我们还有没有文字, 还有没有记录的时候, 口耳相传, 一些重要的信息要交来给后代, 我们就要用这个方法, 其中一个例子就是, 在很久之前, 有这个南亚海啸, 当时有一个族群, 他们就叫海上的吉卜塞人客, 海上的游牧民族, 那这个海上的游牧民族是什么呢, 就是它长期都是住在水上面, 有些类似我们在香港以前的大人家, 他们就当那个洪水, 就是这个海啸来的时候, 他们就立即做了一个反应, 他们就, 因为他们上不了岸, 去那个海洋的中心那里, 那他们为何会有这种应急的方法呢, 原因就是, 他们在这个海上的游牧民族, 他们有一个传说就是, 当这些海上的波浪, 出现一个异常的情况的时候, 就是海神发露的时候, 海神发露的时候, 其实他们就要做一些保护的措施, 要么走上高沙那里, 要么就要去海中心那里, 那结果在这个南海海啸的时候, 很多是陆上的沿岸的人, 都是丧生了的, 因为他们没有做到那个即时的应变, 但是这班海上的游牧民族, 他们就得以保存, 那我们就去问, 究竟是这个是一个神话, 还是一个真是一个历史的经验呢, 我相信是后者居多的, 只不过就是在以前没有这个科学的一些概念的时候, 他们就需要用神话的方式, 去令到方便后代人去记忆了, 所以我们去看这个问题, 我们发觉很多古代神话, 其实可能是一些真正发生的事, 用一些比较夸张的手法, 做戏剧性的手法, 去令到后代的人去记得, 发生的那些事从而得到一个教训,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 我们就会说, 这个神话本身, 无论是在印度, 希腊, 其他地方, 这个中国里面, 其实它不一定是神话来的, 它可能是一些历史的记忆, 给我们有一些教训,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我们会重新审视, 第二件事,譬如圣经旧约里面, 这个大洪水, 究竟是否一件, 有无可能发生过这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 在圣经旧约里面, 会记载这个罗亚方舟, 方舟如果历史事实的话, 我们应该今时今日找到方舟, 还会存在, 传说也是传说, 对了, 在土耳其的一个山上有方舟, 但当然如果作为一个严谨的科学验证, 如果我们找到的时候, 我们才可以确定这件事, 如果一日都仍是, 大家处于一个传说阶段, 我们只能够存疑, 而上一个方舟本身, 能不能抵挡洪水, 甚至像圣经旧约那样说, 里面有很多种野兽在那里, 等它出去, 洪水退了之后, 它们就可以回上陆地, 跟着返迹, 这些我们都一定有一定的存疑, 但问题就是, 这个大洪水本身, 在科学上, 它有无一定的解释, 而我们讲这个大洪水, 不是区域性大洪水, 如果作为区域性的大洪水, 譬如我们现在看到的, 那不奇怪的, 原因就是因为天气的变化, 突然绿了很大的雨, 于是形成了这些水灾, 但现在我们讲的一件事是全球性的, 全球性就是, 令到当时很多的人类死亡, 甚至动物都死亡, 跟着剩下来的, 再去发展另外一套文化, 我们如果根据这个古老的传说, 就可以有这样的推算, 但是这个传说本身, 大洪水, 如果是全球性的, 我们有什么科学的论证呢, 但是其实是有的, 就是大概在一万二千年的时候, 原来这个地球是处于一个冰河期的时间, 其实冰河期在地球的发展的历史里面, 都有很不同的时间出现冰河期, 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我们对于气候的变化, 有很多不同的因素有变, 有远期的,有中期的,有短期的, 可能一些外作因素影响到, 跟着就产生异常, 举个例如运石撞到地球, 这个短期因素它产生一个很大的变化, 第二这些中期和长期, 就是地球的轨迹周期, 甚至更加长期, 有人说是几十万年才是一个周期, 所以我们在科学界内, 他们对于预测人类的天气气候变化, 地球气候变化, 事实上他们觉得很多複雜的因素在, 只不过近年, 由于我们地球工业的活动太多了, 太厉害了, 就令到我们出现了全球软化的现象, 当然我们今天我们不会质疑这种, 但是如果从整个历史来讲, 气球的变化是相当之大幅度的, 曾经试过很热, 也曾经试过很冷, 大概在12000年之前, 就刚刚出现了一个冰河期, 在学术上叫做新鲜旅木的时期, 为什么它叫做新鲜旅木, 就是当时出现了这些植物, 在非常冷冻的气候, 它们才可以生长, 就不同一般的, 所以就形容这个新鲜旅的时期, 但突然间在12000年左右, 我们出现了一个气候的强烈变化, 就是这个冰河期的结束, 剩下来的疑问就是这个冰河期的结束, 它的速度有多快, 一般来讲, 如果我们在地球的历史, 或者所有这些生命进化历史, 讲很长时间, 动设几百万年或上千万年, 比如人类的进化历史, 我们讲可能是一二百万年一个历史, 但当时大洪水的变化有几快, 这现在有个争论在这里, 可能在讲几十年, 甚至在讲几年的时间, 如果在整个尺度来讲, 等于我们用秒计, 突然间整个气候的变化完全不同了, 这个气候的变化去到那么急速, 有什么影响呢, 其中一件事大家可以翻查资料, 就是在西伯利亚有些长毛障, 它们是突然间被雪坑了, 很好, 对于考国家来讲, 为什么呢, 可以立刻整个尺去检验, 甚至在尺里去检验这些长毛障, 在它消化系统里找到, 原来它在吃东西都未消化完, 这给我们一个启示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突然气候变化是很快, 快到它们不会走去逃避, 原来就好像我们在罗马的庞贝古城那样, 人的生活, 壁画上的绘图, 人的生活, 甚至吃什么做什么, 全部一瞬间化为灰准, 但是留在这个废墟里面, 所以如果我们去看这个, 其实大洪水的出现不是一个不可能的情况, 是怎样会变成全球性的大洪水呢, 就是突然间很大的冰川, 在一个很短时间之后溶解, 造成全球的水位上升, 如果全球水位上升, 我们可以假设当时沿岸的一些人, 或者城市或者一些罪居的地方, 他们是被阉阵的, 只不过现在我们考古方面, 我们无深入去做这些沿岸的海底的考古, 我亦以前提过, 海底小谷是一个很有趣的题目, 因为可以在里面找到很多东西, 我们现在可以做, 通常会做的就是这些城市它录沉了之后, 但问题就是譬如在东南亚地区, 它其实很多的沿岸地区, 如果在这个冰河期的时间, 事实上是陆地来的, 甚至可能现在在日本和朝鲜半岛之间, 基本上那是陆地, 可以走过去的, 或者甚至这个白灵海峡, 结了冰之后都可以走过去, 如果我们这样想的时候, 这个大洪水是全球性的出现的机会, 其实是真的有的, 但问题就来了, 就是这个突然间冰川溶解的原因是什么呢, 在几个月之前, 我们都有介绍过Gran Hamcock, 在Netflix他做了一个纪录片, 引起很大的争议, 他就说当时可能有一个很大的混石, 撞击了地球, 这个就不是说恐龙那个了, 恐龙那个可能是二亿年计的时候, 就是在尤卡島半岛, 它混石撞下去就导致全球的气温, 就是一个温室效应, 应该不像那样温室效应, 而是那些灰尘盖过了天空, 令到全球的气温突然下降, 很多恐龙找不到食物, 导致它们绝肿, 这是现时的解释, 但是这一万二千年过, 如果真的出现这个, 是撞击之后, 就导致到很大的冰川, 应该现在根据Gran Hamcock的说法, 就是在北美的冰川大幅度溶解, 即时溶解, 不是说是持续是几万年, 或者上十万年计, 是突然间溶解, 导致很多水位上升, 而导致很多沿岸的城市, 是淹浸甚至是滅亡, 它用了这个来解释, 就是所谓亚特兰蒂斯文明的崩溃, 当然它做那么多推论的时候, 事实上我们是要很多不同的证据, 譬如我们要有地质上的证据, 即当时这些的溶解, 水的溶解, 它有没有是产生一些地质上面的效果, 举例, 譬如这个人面斯坦像, 埃及人面斯坦像, 它现在底层那里, 它是风沙磨石, 一定是水的磨石, 如果是这个撞击而导致冰川溶解, 我们就可以用来解释, 在现在人面斯坦像下面底层那里, 它是出现了水的负质, 但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又要将人面斯坦像的建造时间推前, 去到一万二千年, 很多考古学家, 以至历史学家都不能接受这种非猪流的讲法,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 我们很难客观地去研究这个大洪水的神话, 但是这个冰川溶解这个事实上, 我们觉得是可以作为一个解释, 如果有大洪水的话, 出现的可能性, 而实际上一个我想, 炒国家几难去解释的现象就是, 为何不同的文化入面, 特别是所谓四大文化, 我们讲的埃及, 尼罗河文化, 印度, 中国和米索不得下, 它们都出现了大洪水的神话, 为何有这样的一致性呢, 所以我们相信这个是值得大家去探讨, 但是当然, 如果我们说一个陨石葬落来, 跟着整个冰川溶解, 这个对我们现在有一个很大的启示, 启示在于什么呢, 就是我们现在在全球暖化这个状况里面, 气候的变化相当之激烈, 甚至如果你即使到今天, 你还怀疑这个全球的暖化是否真的事实, 你不得不承认一件事就是, 在这几年之间, 全球气候的变化相当之激烈, 我们是要为这件事作好一个准备, 否则可能出现一些更大型的灾祸, 例如, 气候上升到我们不能忍受, 举个例如现在, 譬如美国有些州佛阿里桑纳州, 可能去到四十几度, 有个新闻报道说, 有个护士逛街热死了, 我们不想见到这些情况, 如果是真的, 也有些地方出现了非常大的洪水, 染浸了导致农业失收, 这亦要未雨绸缪, 所以这个大洪水的传说, 事实上我们今天不是当为一个传说, 而是我们可以当为一个历史教训, 我们要避免这件事,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下一集再见。